悟到众生 善根微弱 富多虚悦 蒙佛愿力加辟 施受往生 我们把这些四十真相 搞清楚搞明白了 我们自己念佛往生的信心 就增长了 就提升了 悟到有往生的 悟到里头 有佛菩萨 献出生生 献悟鬼神 夺鬼 献地狱神 夺地狱众生 这三悟到里 还有 能得到的 有 什么人 过去在人间 都曾经修过佛 都曾经念过佛 也罚愿求生进度 可惜是灵命忠实 最后的一念 最后的一念错了 起了不善的念头 就是贪嗔之满意 这个念头一动 他就到我岛去了 但是他有善根 他曾经学过 所以佛菩萨 要到地狱道 现身为他们说法 让他们忏悔 让他们回头 让他们生起心愿 我岛道众生 也能读读 尽宗法门 真正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就晓得 只要念过一声佛号的人 跟阿弥陀佛都有缘 跟极乐世界都有缘 早晚都要去 但是 临终一念不久 躲在地狱里 很幸福啊 要受很多折磨 这个不能不知道 佛非常慈悲 希望我们把这些 私事真相都搞清楚 多搞明白 造作这些卧异 临终还有一口气 很没短 这个时候 既是无逆失误的罪业 极重的罪业 只要行恋 一身佛号 十身佛号 都能往生 这些人是哪里 是凡神通知徒 极乐世界 又凡神通知徒 但是那个世界 跟释放祝福世界 不一样 释放祝福世界的流道 真正有六种 天人修炉 莫归地狱出身 真有 极乐世界 虽然有凡神通知徒 只有 人天年道 没有修炉 没有恶鬼地狱出身 所以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保证 永远 不再多三个道 那边没有恶鬼 更难得的 那边没有造作 我业的因 接受阿弥陀佛的加持 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化 佛业加持 你的智慧神通道理 大幅度地提升 跟法生菩萨差不多 因此 我们就明白了 极乐世界 由仕途 三倍九品之民 实际上呢 实际上 它是平等法解 每一个往生的人 得阿弥陀佛 四十八元 加持 念身体 底下我们就念到 容貌 智慧 神通 道理 好像都跟阿弥陀佛 差不多 这是 找遍虚空发解 一切诸佛 插头里头 所没有的 只有极乐世界 独有 这个世界 很容易去 很不容易 很容易去 也很容易出来 来去自由 那一般来 应该都是他们化身来的 应化身 他们的真身 真身永远住在 基罗斯 在阿弥陀佛的身边 从来没有 离开过 但是 他们又能定 同时 变化 无量 无边的 身 而且 还不是一种 神像 像 普门平 观世音菩萨 所说的 三十二相 应以什么神得度 他就献什么神 献无量 无边神 献神干什么 勤修佛会 献神到十方世界 去供佛 供佛是修 佛啊 不是供养是修佛啊 又 在祝佛如来大会里头 听经问法 可知悔 所以 他献无量无边神 修 无量无边的福 跟智慧 佛会 双修 跟我们不一样啊 我们没法子跟他别 他在一天当中 断卧修善 急功率的 他做多少 都不是 数字所能说得尽的 那只可以说 无量无边 我们能不去吗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